第2個功能 記住這個up位 它拿來做甚麼 它拿來開些蠔油氣水幹 買個開瓶氣十元 八元 第3個位置一定要學一學 韓國靠這個位賣團士 它有兩個功能 我先講其中一個 我們教你家裡 記住今晚買條魚 買塊節瓜 買塊絲瓜 買塊東瓜 買塊蘿蔔 它就拿來幫你打下魚龍 拿來磨魚皮 說真的 你們有沒有發覺 你家裡跑跑呢 快刀片在裡面 去到鑽蚵蚵很難跑 還有整天掛了肉出來 你看看這堆東西是甚麼來的 全都是布皮 還有不講你不知 講開你就覺得 你家裡多數都沒有 你們家裡沒有刮魚鱗的東西 這個可以打倒魚鱗 平時刮魚鱗就四十多元 第4個功能 就真的要學一學這個功能 因為韓國靠這個東西賣團士 韓國人最喜歡吃泡菜 泡菜業制過程 有很多薑蓉、蒜蓉、辣椒肉 你們這些薑蓉是否刮的 買你這樣寄 或者開攪灌機 那說真的 各位男士 各位男士 回家嘗試幫老婆媽媽 刮一次蒜蓉、薑蓉 你發覺對頭都暈 以前就這樣 將薑、磨皮、切片、切條 切絲、切粒 是這樣的 吃了很多砧板的事 還有你記住 我教你平時 做一碟薑蓉 是用這麼多的薑蓉 你開攪灌機 搞不到這麼少的 對不對 一定要搞很多 那我教你的方法 以後吃新鮮薑蓉、蒜蓉 不用五秒 記住 看清楚 這個位置有顆螺絲 記得 將顆螺絲 這樣頂著砧板 不管你那塊砧板 荒的魚 你這樣頂著它 拿手先按住這個位置 當然你要把薑、蒜頭 無乾淨的皮 你靠這個位置上下上下 這樣看 你看一次 OK 平時你家裡做一碟薑蓉、蒜蓉 說真的 就一定要十分鐘 就八分鐘 現在我跟你說 我不用五秒鐘的時間 它一碟的新鮮薑蓉、蒜蓉 它就這樣過了出力 你家裡還叫老婆 去買一瓶 你敢記 去吃一些防護劑 各位 親自向這個現場看下 因為到時一到五月一號 有機會賣電視廣告的時間 你們說電視前接 你親家看 說這些東西是否容易 比你自己剃 還有剛才我講過 一碟薑蓉 就用這麼多薑蓉 開餃餐廳怎麼搞 這麼少 加上你最珍貴的這些薑汁 不要了 拿來煲可樂、燉鮮奶、薑汁、炒芥蘭 葉豬、炒薑飯 為何家裡不能吃薑汁、炒芥蘭 煩了 現在我家裡 放薑汁下去炒芥蘭 更好吃 另外 世紀有多摩斯 裝飲一定要這把向上 這把打橫扣 我再講一次 是這個説品才剪到頭一 前面花膠、鮑魚、龍蝦、帶子 你照剪 接下來家裡買一塊燒肉 買一塊魚豬 買一隻雞 不用叫幾十歲而已 我教你家裡 我家裡就剪燒肉 瞄準一、二、三 你就當它是豆腐 最後加起來 你記得我不是叫你吃鐵 龍蝦、帶子、蟬杯、帶雜蟹 你照剪 它登不花不頓 我跟你說一聲 今天你不買 沒所謂 真的沒所謂 你幫手記住牌子 因為全香港只是做一日這麼多的廣告 就等你帶走兩件韓國 你叫做肆肉 講多次 這把才叫做好東西